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和欢散 你拿着 皇上平日为国事操劳 没有体验过男女之间的滋味 你给她下一点这个药 就能成为她的第一个女 到时候皇上实随之位 就会对你另眼相待 这皇后的位子自然也属于你了 炎依被太后选入宫中 很快便封为戎妃 她一心想要得到蠢性 成为皇上的第一个女人 居然想要给秦玉下春药来达成目 弗林 把东西给我 是 参见皇上 这是太后娘娘赐的贡梨汤 让臣妾给您送来 第二天 作者你出来 爷爷爷你这个坏女人 不会真的又春样 把我秦玉给睡了吧 我也刚看到这篇文章呀 小秦如果就这样被拿下了 果断气数不看 大家放心 这个爷爷啊 就是一个炮灰笼套 下药的举动 根本逃不过秦玉的发言 下一张就被打进冷宫 然后她的父亲颜大海 为了救她 阴谋害过 后来被秦玉发现之后 满门抄斩 颜依依也被刺三尺白铃 吊死于冷宫之中 虽然被剧透了 但听着心里就舒服 作者大的 我这就去打赏你一万块钱 一万块 一万块 娘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帅啊 剑眉星木 唇红乌白 和我想象中的男主 简直一模一样 娘娘 皇上还在必须 怎么回事啊 可惜睡了梦了 但真的好帅啊 胸肌好像也很发达 进宫这么久 还不懂规矩 我这不是怕一会梦醒了 就摸不着了吗 别害羞 我就摸一下 梦里都不让梦 真小气 看 放肆 来人 给朕拿下 不行不行 再次就变成噩梦了 娘娘 白白的您嘞 劲儿小了 娘娘 西北 西北捷报连连 哀家不得不承认 秦玉还是有一些能耐的 嗯 娘娘 照此情形 皇上收复西北十六州 看来 已是大有可能之事 当初 当初秦玉要北伐 哀家是极力反对的 现在 她不断光复旧土 威望连连上涨 再这样下去的话 哀家恐怕也压不住她了 不错 看来 我们将荣妃 打入冷宫的计划 要尽快完成 兄长放心 哀家早已安排妥当 现在 只要荣妃被皇上打入冷宫 我们就立马可以实施 下一步计划 属下救驾来迟 请皇上恕罪 她没事 就是晕过去了 把她弄行 是 你跟朕过来 是 你确定亲眼所见 荣妃在汤里下了东西 属下亲眼所见 皇上 是春药 娘娘您醒了 娘娘 娘娘 娘娘您醒了 我怎么还在这儿 我进入到自己的小说剧情里了 娘娘 您可是要吓死芙琳了 芙琳 你就是芙琳 那我岂不是荣妃 荣妃娘娘 你怎么了 这不是梦 我进入到了自己的小说剧情里 哇了哇了 这里就是花青石啊 我刚好穿越到了这段剧情里 我的贡力汤呢 在那边 娘娘 娘娘 这汤你不送了 送个屁呀 再送小命没了 荣妃 这是要去哪儿啊 啊 皇上正午繁忙 臣妾就不打扰了 你不是要送汤吗 是 汤呢 汤呢 汤已经凉了 我去给你热热吧 不必了 天热 这你就想喝点 凉汤伤味啊 皇上不能有损龙体啊 无妨 一碗汤而已 盛上来吧 不行 他才不是真的想喝汤 是想拿到醉者 把我打进冷宫吧 龙妃 你想抗旨吗 都怪我把你所造的正规吗 真难产 行 药盒给你就是了 A啊 我这笨手笨脚不在这待了 站住 容飞如此美貌 怎会讨人闲呢 今晚就留在这里事情好了 这家伙肯定是打起了药瓶的主意 好你个情侣 借口事情还不是想把我人赃病火 我大姨妈来了 大姨妈 啊 月事 月事 荣妃娘娘 宫内诸位娘娘的月事 农才全都知道 宁可不是这两天 药妃今日先是举止轻抚 后又推三走四个人 是不是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你这家伙 装枪作势真是不黑 被你拿到醉成打进冷宫 接下来可就是满门超展的剧情了 不行不行 绝对不行 一定要保住我这条小命 皇上宠幸臣妾 臣妾高兴还来不及呢 怎么会推三走四呢 我刚才只不过兴奋得有点过头了 幸福来得太突然了 来啦 真就知道 你又要娇容 那个池边水都地滑 皇上也要小心 放心吧 朕会小心的 我又闪烁 我手中的光为你 花梦是一样的梦 我又闪烁 只寻 皇上 您不是要侍寝吗 没话再证情 你又闪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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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呢 啊 啊 皇上有旨 今晚荣妃娘娘 华清宫侍寝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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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有旨 龙体不适 送荣妃娘娘回宫 皇上 就这么放荣妃娘娘走吗 离堂已洒 罪证也消失了 留下她又能如何 可 可她居然在皇上 您那饮食中动手脚 实在是应该 助她酒足啊 她仗着太后宠爱 一向不守规矩 可朕没有想到 居然给朕下唇药 而且还 这个女人 让朕找到机会 定将她打入冷宫 太后娘娘 华清室那边来消息了 怎么样 荣妃被皇上打入冷宫了吧 没有被打入冷宫 好端端地从华清室走了出来 皇上那边也风平浪静 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 这怎么可能呢 你去把荣妃叫过来 哀家亲自问她 是 老奴见过荣妃娘娘 王嬷嬷 什么事劳烦您正晚了亲自过来 荣妃娘娘您知道 太后和您虽是远亲 但一直跟您特别投缘 一时半刻不见啊 就特别想念 专门让老奴过来 请您去陪着聊天解闷呢 太后一直把颜依依当傻子利用 我可比谁都清楚 书中颜依依被打进冷宫 就完全是她的设计 可得小心应付 臣妾给太后请安 平身 坐吧 谢太后 宇文太后老谋深算 连秦复黑那家伙都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逗赢她 堪称全书第二难缠的角色 我可得小心应付 千万不能露出马脚 今日你给皇上送去的贡梨汤 皇上没有留你失寝吗 那个 华青池水太多 地太滑了 我一不小心把贡梨汤全洒了 洒了 是啊 要不是这贡梨汤洒了 我现在不应该再给皇上试寝吗 怎么还有空陪你聊天啊 那也罢了 明天再给送去一次 太后 其实我不用给皇上下药了 她已经看上我了 皇上看上你了 当然 我这不没给皇上下药 她也让我试寝来着 只是她突然身体有点不舒服 这才责罢的 皇上还让你试寝 先真万确 你要是不相信的话 可以去问她身边那个小太贤你知多 她可以作证的 真的不用下药了 她都看上我了 行了 你先回去休息吧 都说穿越者能混得风生水起 走上人生巅峰 我怎么穿越进自己的小说里 活得这么累啊 应付完皇上 应付太后 前有狼后有虎 个个都想把我褶进冷宫 不过 就算你们一个比一个难对付 但我可是这个小说的作者 凭我对你们的了如指掌 一定不会败给你们的 可是他们都是千年老狐狸 也别跟他们玩什么聊斋了 我还是赶紧想办法回家吧 我去 这什么情况啊 你没有被打入冷宫 改变了角色原本的命运轨迹 导致了剧情冲突 将被抹杀 谁在说话 谁 谁在说话 你出来 出来 谁呀 啊 你 你 你是什么东西啊 我是书籍剧情管理官 你可以叫我书官大人 这个书中世界的一切 都归我管 书官 我可是这个小说的作者啊 我你也能管 当然 只要进入这个世界我就能管 那 那我这是什么情况 刚才已经说过了 你严重改变了角色原本的命运轨迹 只有将你抹杀 就能维持书中世界的稳定 那 抹杀之后 我是不是就可以回到原来的世界了 想得得 抹杀之后 不论是书中世界还是现实世界 你都将彻底消失 所 是你唯一的结局 别啊 我还想活呢 你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吗 机会 倒也不是没有 你必须按照原本的剧情走向 重新进入冷宫 恢复原主的命运轨迹 这样才能避免被抹杀 顺便告诉你 在冷宫待满一百天 你就可以离开这里 重新返回现实世界 总算说了个好消息 我可是这个小说的作者 我想进冷宫 那还不是轻而易决 实不我待 尽可行动吧 艺术 是 在乎 是 衣装 是 是 你 是 你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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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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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妃娘娘离开华清池不久 太后就派人召见她们 可是 他们具体聊了什么 属下就不清楚了 就算有太后撑疗 朕也绝不顾喜 一旦抓住真凭诗句 定将她打入冷宫 是 皇上 皇上 荣妃娘娘求见 说是要给您呈上一份认罪书 戒言一一 因贪图皇上美色 毁迷心窍 在贡梨汤内下入春药 试图和皇上一夜春宵 此事厚颜无耻 罪大恶极 臣妾特首书一封 向皇上认罪服伐 请皇上从重惩罚 皇上 你又想跟朕玩什么把戏 皇上 我 臣妾可是真心实意来认罪的 你以为你主动坦白 以退为进 朕就能饶过你吗 不要饶我 千万不要饶我 臣妾犯的罪 性质极其严重 影响极其恶劣 罪无可恕 请皇上按照宫规 将臣妾打进冷宫 你要朕将你打入冷宫 皇上 犯作寿罢天津地 请皇上将臣妾打进冷宫吧 如此诚心认罪 不给你个机会 倒显得朕小气 李之多 在 传旨 送容飞回宫 皇上 这容飞娘娘既然都主动承认了 那您为何不索性把他打入冷宫啊 他昨日想要千方百计销毁罪证 今日却上门主动认罪 前后态度窘异 你们不觉得有诈吗 属下确实觉得有些奇怪 虽不知他目的 但朕知道 他一心想要进冷宫 那朕就偏要反其道而行 皇上英明 娘娘你看 这容飞位分不高 架子倒是不小嘛 这给太后请安 居然比本宫来的还迟啊 你也不容易啊 以后少吃点辣的啊 你怎么知道 你在说什么 梦名其妙 娘娘 我们快走吧 急什么 等人呢 还等人呢 一会儿立贵飞过来 会找我们麻烦的 我等的就是这个 贵妃娘娘 你 叫扶灵是吧 是 本宫有些乏了 过来 帮本宫揉揉腿吧 你自己没诗女啊 本宫没听错吧 一厢最不把下人当人看的容飞 居然还体贴起一个小侍女来了 好啊 那本宫不用她了 你来 贵妃娘娘您息怒 奴婢设就给您啊 你离开 你没事吧 本宫跟你主子说话 没事 哪有你插嘴的份 我本来还有点下不去手 现在看来 真是毫无负担呢 你想干嘛呀 本宫警告你 以下犯上 那可是大罪 罪不大 我还不打你了呢 我 这丽妃的伤 是你干的 对啊 是我干的 何有缘由 没有啊 我就干他不少 容飞 朕罚你 回宫禁足三日 啊 皇上 这后宫以下犯上 最亲也该打入朗宫邮寄三个月 怎能如此儿戏啊 对啊 对啊对啊 那个 再多加时间也可以啊 小城大戒 禁足三日 足够他反省了 皇上 不可啊 皇上 不可啊 我这个人比较明顽不灵 要是这次发青了 我下次还敢 下次的事 下次再说吧 皇上 皇上 三思啊 真意已决 退下 臣妾告退 皇上 你的三思一下嘛 怎么 你还想抗止不成 下去 皇上 柔妃娘娘 这可是皇上 最心爱的花瓶 这要摔碎了 皇上可是真要生气的 最心爱的 我来帮你放马 皇上 那是朕最心爱的花瓶 来人 把她打入朗宫 是 我们就在这种地方过好日子啊 公公 咱们能不能换一间啊 娘娘 你们 开门了你们 又不是别走啊你们 开门啊 开门 皇上 您不是说 不打算惩罚荣妃娘娘 要掌握主动吗 怎么 你觉得区区一个花瓶 让朕丧失了判断力 属下不敢 这荣妃啊 千方百计想要进老宫 说明这老宫之中 有对她极为重要之事 朕决定 顺水推舟 待她进入了宫之后 暗中观察 朕倒是要看看 到底为什么非要进这老宫 皇上英明啊 你观察她的一举一动 如有不对 及时来报 是 皇上 那 这这这这花瓶怎么办啊 放了吧 公公 这回来的是哪个宫里的娘娘呢 管她哪个宫里的娘娘啊 只要进了咱们这冷宫 你再受宠也没用 恭喜你成功被打入冷宫 回到了剧情正轨 被抹杀的风险暂时解除 什么意思啊 什么叫暂时啊 你一旦出了冷宫 被抹杀的风险依然存在 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出去的 你的冷宫百日倒计时已开始 这就开始了 还有一百天我就能回家了 百日之行始于足下 祝你好运 娘娘 这地儿太破了吧 这怎么能住人呢 没事儿破就破点吧 找人打扫子就好了 你自己来 大仔 你怎么跟娘娘说话呢 哟 还拿自己当主子呢 拖了毛的凤凰 不如鸡 这你们都不懂吗 你叫什么名字啊 咱家行不更名做不改姓 人称六公公 小六子 冷宫看守太监 喜欢偷窃 小六子 冷宫看守太监 喜欢偷窃 小六子 你怎么知道的 我怎么知道的不重要 但是那些丢了宝贝的贵人们 要是知道了 娘娘小声点 娘娘小声点 小的这么做 都是有苦衷的呀 我知道 你有个八十岁的奶奶要养 但是宫里赚的钱太少了 也迫不得已才养成这个坏习惯 这你也知道 我知道的还多人 还有啊 娘娘 求娘娘帮小六子保守秘密 保守秘密可以啊 只是 明白 还别给我擦干净啊 那边扫地的 给我使劲扫 都别给我偷懒 手脚给我麻利了点 这要是发现秘魂痰 小心我拿你们试问啊 有点棒 有点棒 别给我搁坏了 啊 娘娘啊 您是怎么知道人家的命运的 你不懂 这就是坐着的命运 哎呀 这冷宫收拾完了 比荣飞宫爱舒坦 嘿嘿嘿 娘娘 两床被子我都让他们拿去洗了 这个日头可好了 晒一晒晚上就能用 那辛苦六公公啦 有有有 可不敢可不敢 娘娘混我小六子就成 太棒了 娘娘 这是您的午膳 这什么东西啊 这是 粥 粥你个头啊 哪有这么细的粥 故意的吧 你们这要管饭谁啊 回娘娘的话 管事儿了 是牛公公 牛得一 职业 老胎 诗词 歌父 狂热爱好者 有办法了 哎 老牛什么时候会来这儿 混娘娘的话 牛公公身负巡查冷宫之责 每日身时三刻 都会从此经过 接下来 你们都听我的 嗯 听啊 哎呀 哎呀 春年不觉晓 处处闻蹄鸟 这怎么来来回回的 就这两句呢 上半圈呢 春年不觉晓 处处闻蹄鸟 嗯 见过牛公公 这位是 老奴牛得一 见过荣妃娘娘 牛公公啊 幸会幸会 娘娘这是 哦 我这不在在冷宫里 也没什么事儿做嘛 就读了几首诗 带他们一起念一下 牛公公见笑啦 娘娘真是太谦虚了 刚才老奴在外面听到那首 除何日当午 虽然字句平时 却寓意深刻绝妙非凡呢 不过这个处处闻蹄鸟 可有下半圈 公公你来得正好 这下半圈我刚想好 听听啊 哎 啊 夜来风雨生 花落之多少 哎呀 春眠不觉晓 处处闻蹄鸟 夜来风雨生 花落之多少啊 上半却西春 下半却西春呢 爱鸡而喜 西春就是爱春 妙王 我那里面还有几首 您要是有兴趣的话 帮我品鉴品鉴 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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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才叫诗啊 妙啊 这才叫诗啊 公公 该回去了 你看啊 娘娘 这一时没注意啊 打扰娘娘这么长时间了 实在是罪过罪过呀 没事 你们要是不嫌弃的话 以后常来坐坐 娘娘也请放心 老奴下次来 也绝对不会空事呗 不对啊 我在冷宫活不到一百天 颜一被打进冷宫是六月初一 九月初十 颜家满门抄斩 颜一也被刺死在冷宫之中 可是我穿越过来那天是六月初一 那天我并没有给情侣下药 后面又耽误了好几天 今天都已经是六月初五了 书官 你出来啊 你在冷宫待了十二小时二十三分 神语时间九十九天十一小时三十七分 那要是我在冷宫活不到 一百天就被人杀了呢 那就游戏结束了 两个世界中都不会再有你这个人 娘娘 娘娘 你不能做一代笔 福灵 笔墨赐号 你说什么 你的意思是 荣妃在冷宫里边不但吃好睡好 还搞起了饮食会友 跟牛德衣相谈甚欢 皇上 属下心眼所见 句句属实啊 他哪有那个本事啊 你要说他能收服几个宫女太监呀 朕还相信 写诗 大字不识几个 笑了 皇上 属下听得 那叫一个真真切切呀 哦 我还特意抄露了一份呢 皇上 您过目 楚河已当武 汉帝何下土 什么乱七八糟 魏六搞白痴 首可摘性痴 狗屁不通 这也叫诗 皇上 属下 字字都是亲耳所闻 绝无差错 忠情做事 继续监视 若有情报 继续来报 是 这封信你送出去 一定要亲手送到我爹娘手里 听到没 娘娘放心 来 长长 没张眼啊你 我长长 该不是小偷吧 亮你也没那打 敢偷你六爷爷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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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又是你啊 你还招我两回啊 不易的吧你这是啊 继 还好还好 哎哟 别转了 你到底想没想到 救女儿的办法呀 你女儿热下这么大的祸 我能有什么办法 我女儿 难道不是你女儿吗 是是是 我女儿 那你还不赶快想办法 要实在不行 咱送点钱得了 别人家的儿子女儿犯错误 不都是这么干的吗 依依现在惹的可是皇上 你觉得皇上 会差你那几个小钱吗 你 你敢吼我 你敢吼我 我 我 我没有啊 我 吼你个颜大海 你办法想不出来 你 你就少拿我撒气 现在女儿救不出来 相公我也不要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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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不是哭的时候 得赶紧想办法 救女儿要紧哪 救女儿 是我错了啊 别哭了 别哭了 好不好 要实在不行 我去求求太后吧 毕竟我两家还是亲戚 哎 人家丽贵妃 可是太后的亲侄女 就你这种远房表心 能管啥用啊 这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那你倒是想办法呀 哎 我有办法 爹 娘 放心 孩儿已经点好八十精锐家丁 随时可以杀进冷宫把姐姐救出来 嗯 好计策 你们几个先下去 把门给我关上 是 儿啊 我说 那你不认识 你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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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不是救你姐 你只要把我们严家驱度 全都打给你 算了 我还是去求求太后吧 让他看在亲眷的份上能开开恩 老爷 进来 老爷 宫里边的公公来信了 他说是帮小姐送的 滚 父母大人在上 中医药的事情说三遍 不要找太后求情 接下来一百天都要离太后远远的 王上 信的内容就是如此 朕就知道 这背后没那么久 看来是太后在背后操纵 这严大海是出了名的爱女如蜜 得知女儿出了事呢 她会千方百计把女儿救出 但她不可能来求朕 所以太后 就成了她唯一的救命稻草 严大海 她是傅先锋押梁官 负责为西北前线押送粮草 王上 难道太后 要对前线的粮草押送 做手脚 这容非主动入路 明明是在配合太后 可为何又要记心 叫她爹不要求情呢 还有她着重强调的一百天 究竟是何用意 这女人 真是让朕看不透 严密监视太后丞相 严大海的动向 秦玉呢 她只是个数字 你是先皇嫡出的皇子 这皇位 本身就是属于你的 现在哀家为你准备着 可是你自己也要争气着点啊 回母后 儿臣只对这吟师作词感兴趣 对这朝政大事实在是没有兴趣 既然父皇已经传位给皇兄 那儿臣就做一个逍遥王爷 恪守本分 已经很满足了 你是说哀家不守本分吗 母后误会了 儿臣没有这个意思 这么多年了 你一直帮着秦玉说话 你要知道 当年要不是她暗中谗言 你父王怎么可能疏远我们母子俩呢 父皇也许有父皇的道理 你 是儿臣不孝 诱人母后生气 时候不早了 儿臣告退 你 你 来 王爷 咱们这是去哪儿啊 我想四处去转一转 快点啊 快来啊 来了 快来 快来 我我我我跑到了 小心小心小心 快来 小心小心 哇 这历朝历代 冷宫皆是哀怨其苦之地 悲喜之声常人 如此欢快热闹之声 本王倒是头一次见 来来来来 快去吃吧快去吃吧 等一下 怎么 开饭前 我们有请娘娘 为大家说两句 好 好 那我说两句啊 你们也都知道 我在外面犯了点事 惹了皇上 所以呢被打进冷宫了 不过这也都不是什么大问题 冷宫后宫都是宫嘛 嗯 在这儿我们日子照样过 还要争取比外面宫得更好 王爷 这话语间稀闹喧哗的 哪里像冷宫啊 简直成了酒楼饭馆了 冷宫秩序何在也没人管管 哎呀 哎呀 飞流直下三千尺 一世银河落九天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妙 妙啊 哈哈哈哈 公公 为了几首诗 咱们这么纵容优待容妃娘娘 是不是不太好啊 你懂什么啊 这几首诗啊 到外面价值千亿 容妃娘娘为什么轻易的 就这么预料我 那是因为和老夫一见如故 那岂是能用几的饭来衡量的吗 干杯 来来来 我们玩出去吧 来来玩出去 棒子棒子老虎 棒子棒子老虎 棒子棒子 这位容妃娘娘着实坚持害俗啊 不过 和传闻中的蛮横 倒是不大一样 颜依依依 颜依依依 你给我出来 谁谁谁 怪什么怪啊 谁谁谁 大胆颜依依 见到本宫居然不跪下 你这是以下犯上 怎样 你要把我打进冷宫啊 我已经在冷宫啊 那你猪鼻子插大葱 撞什么下 你 你居然敢骂本宫是猪 你 好啊你个颜依依 在本宫你还敢大鱼大肉 成何体统啊 怎样 是你规定冷宫不能吃大鱼大肉 你 你这是强词多理 来呢 把冷宫总管太监给本宫叫过来 哼本宫倒要看看 他如何处置 哼 回娘娘的话 这些食材 都是冷宫总管 牛公公送过来的 什么 我和老牛一见无故 人家怕我饿了 给我送点吃的 怎么了 你在这母鸡肤小鸭 多管什么闲事 你 你们 母鸡肤小鸭 多管闲事 这人有趣啊 说的话也有几分意思 打价你不是对手 吵架你还吵不过我 你哪来回哪去吧 女后 你住你的贵妃宫 我住我的冷宫 经水宽河水 像话 你一个被打进冷宫的人 本宫还收拾不了你了 来人 都不许欺负我家老娘 没事 我这身体本来就有五宫 况且我还累我散哪 谁怕谁啊 哎呦 死到临头了 还嘴硬啊 给我打 是 奶奶好棒啊 给我往四里打 快走 见过鹰王殿下 你听 明明 再说我 太后嫡子 情侣同父义母弟弟 诗书满腹 风度偏偏 华人人设 还真挺帅的 我手中的固 我手中的固 这儿 我手中的固 莓妃娘娘 您这是 王爷有所不知 这荣妃娘娘以下办上 她不知悔改 还太独仓了 所以 本宫就给了她一点小小的教训 原来如此 不过 这荣妃娘娘犯错 被打入冷宫已是成功 可是贵妃娘娘您动用私刑 也是违反宫规的呀 若是让皇兄知道了 可是要降位分 也要被打入冷宫啊 这一点 贵妃娘娘您不会不知道吧 多谢王爷提醒 本宫自然知道 今日看在王爷的份上 本宫就放你了 圣旨到 这么知道 皇上有令 荣妃娘娘接旨 奉天承运 皇帝诏曰 荣妃严氏 贤良淑德 勤勉紧让 即刻起 迁出冷宫 钦此 什么 恭喜娘娘 您可以从这儿出去了 请吧 不行 要不 你先说 李公公 你是不是弄错了呀 这颜奕衣衣 以下犯上 还打碎了皇上最喜欢的花瓶 这怎么才被关进冷宫一天 就给放出去了呀 就是啊 他那破瓶子 我都打散一千八百九十片了 怎么知道也得关我一百片呢 就是 是 皇上对娘娘宠爱有加 区区一个花瓶 哪比得上 娘娘您在皇上心中的分量啊 这么正方的话都说得出来 骗鬼哪 这秦复黑到底打的什么主意啊 不行 我得想办法 可这颜依依卑蛋不知悔改 她在这冷宫大鱼大肉 还唱歌跳舞的 这分明就是 没有把皇上的惩罚放在眼里 对对对 我根本就没放在眼里 我思想态度这么不端正 怎么能就这么放我出去啊 你还有什么别的理由 借我参考一下呗 你什么意思 你别误会 我们现在是同一个战壕的 谁跟你同一个战壕了 要不 我再打你一顿试试 你有病啊 两位娘娘别吵了 皇上圣旨以下不容更改 否则就是抗旨 荣妃娘娘 您还是随奴才出去吧 抗拯就抗拯 反正我不走 既然这样 那奴才就得罪了 你 你要干吗 放开我 我不懂 荣妃娘娘 您这是何苦的 您回自己宫里 不比这冷宫舒服呀 你不懂 奴才确实不懂 来 一起用力 一 二 三 别闹 别闹 臣妾言依 请皇上收回成命 这若是换了别人 能出冷宫 早就对朕感恩担定了 怎么到了你这儿 却一点也不理朕的情况 我理的理的 但我这不是罪孽深重吗 孩子在冷宫改造改造 这么早就放出来 容易为了社会呀 珍贵为天子 惊恐欲言 岂有招令熙改的道理啊 那你昨天才把我关进去 今天就放出来 不一样是招令熙改啊 我是说 要不您再考虑考虑 真意已决 你若没别的事 退下吧 不行 你要是不同意 我就 我 需要如何 我 我就喝这五味一剑 十两银子一箱 一箱六本 你若愿意 请便 哎 还有事吗 行 不同意就不同意 反正 我蝉黄身子很久了 你要是不把我关清冷宫 我就天天给你下纯药 你 你 你要干嘛 不许乱来啊 我 蝉震的身子 又何须下药呢 就让你 给朕侍寝好了 你 你 等一下 春宵苦短 还等什么 皇上 您平时日理万机已经很辛苦了 保重龙体要紧 沉迷霉色 不好 不好 朕就是平日里日对万机 才疏忽了对后宫的照顾 今天 刚好可以补偿爱妇 不行不行不行 别别我来大姨妈了 朕若没记错的话 上次在华清池也是这一句 荣妃这月事 来得倒是勤快 我这不是冷宫住不惯吗 那分明失调了 那这冷宫 也并不像荣妃说的 那般舒服 不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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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冷宫 如非是近还是不近 我不近了 不近了 不近 不见 荣妃身体抱恙 那朕也不强求 这事情一事 就改日在意吧 对对对 改日 改日 皇上 时候不早了 我先走了 理智多 奴才在 你指 荣妃身体抱恙 特准 回家省今三天 已做调养 是 你 乖乖 你可担心四位娘了 闺女刚回来 苦苦啼啼想什么话 闺女 一路上辛苦了 来来来 进屋 对对对 对 愣着干什么 走啊 进屋 进屋 快快 来啊 把你的屋屋拿出来 你可别后悔啊 哼 嘿嘿 颜儿 你耍赖 我有吗 我跟你说啊 我的小鸡名就叫屋屋 颜儿 你找死 少爷 少爷 小姐回家醒清了 什么 我姐回来了 对不住啊各位 今儿就只剩下这最后一根了 要不你们明天排好啊 姐姐最爱吃的离职棒棒糖 别抢了 让开让开 别急别急 让开 这是我的 你谁呀 凭什么是你的呀 对呀 我们这等了这么久 对呀 怎么不服啊 不服出去跟小姨我干一家呀 多吃点啊 你最爱吃的红烧石头 真热吃啊 闺女啊 再尝尝这个糖醋鱼 该说不说 这两位对女儿可是真好啊 姐姐 姐 颜尔 你 你这是什么情况 没事 就是跟人打了一架 反正我赢了 兔崽子 成天就知道惹尸尸飞 跪下 好家伙 完美华人设 闺女啊 先吃饭 我管她 快去 姐 姐 这是 你最喜欢吃的梨糕鱿鱿汤 过 就剩最后一支了 我帮你抢来的 你先吃什么 奥 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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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如果你 你 你 我 你 以后 我 有 有一颗 你 太后他们引诱 走上不归路 说到底呀 其实都是我这个作者的问题 不过 既然现在我成了炎仪 就一定不会让他们重蹈覆辙 皇上 密谍已传来讯息 明日就将抵达京城郊外 现以后我们约好了 明日的时间和地点 你下去准备一下 明日出宫 可是皇上 您乃万金之躯 此事还是交给属下吧 那密谍 潜伏西戎多年 为了保全 向来与朕单独的事 若非朕亲临 其他人一律不信 更何况 把手中情报置管中央 只要到手 我大印以西戎之战 便胜券在我 若能让我大印的将士 少些牺牲 朕就算冒些风险 也算值得 可是 没有可是 相信 可恶 咱 这外头 比你宫里热闹多了 嗯 确实还不错 咱 你吃桃葫芦吗 行 来一川呗 你看 姐 要不然你就先别回宫了 要这样 你要是一直在家的话 就能一直陪我玩了 多大的人 还要姐姐陪我 不过 要不是因为老公一百天的任务 其实在外面待着的确比宫了强 但我要是不赶紧回老公 我不知道啥时候又要被谋杀了 不行 必须得再想个办法 姐 没事 走吧 姐带你下馆你去 走 好 你就以后少闯祸 然后多做一点好人好事就行了 听到没 好人好事 闯祸我擅长 好人好事 我不是没有经验吗 这做好人好事还要什么经验啊 助人为乐呗 助 助人为乐 出去出去 出去 出去 你太无理了 去去去 没钱你喝什么酒 我教你啊 看好了 走啦 老头儿 过来坐呗 来这儿一起坐呗 我啊 对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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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能是你 你走那边去 去去 去去 去 嘿嘿嘿嘿 姑娘 还是你大方 那个店小二 这是有眼不珠 他把我当乞丐 还要赶我走 请 老头儿 你不就是乞丐吗 哎 怎么说话呢 给你他来 喝酒 喝酒 哎 哈哈哈 可不可以再来一杯 可以可以 哈哈哈哈 难得姑娘盛情款待 这酒 老夫也不能白喝 大家都是萍水相逢 来 我们再喝一看 哈哈哈哈 再喝一杯 哎 哎呦 老头儿 老头儿 你不会喝醉了吧 在 在 在 哎 啊 真丢热 不过 这个令牌倒是挺兴趣的 哎 这是人家的东西 还给人家的 薛道元 等一下 谁 嗯 薛道元 人物 薛道元 人物 薛道元 传说中的 世外 高人 衣术 绝点 人生 最 大爱 鸽酒 哦 这是薛道员 姐 你认识他 我太认识了 这可是我书里一个重要角色呀 小说里他在六月六这天来到京城 刚好也是这一天 他遇到深重剧毒的男主秦玉 小说里在六月六这一天 我们的男主角秦玉 遭受了一次巨大的生死危机 身重剧毒 危战战 秦玉在逃走的时候 遇到了薛道员薛神医 有惊无险地捡回了一条小命 甚至还和薛道员的女徒弟 欲求生情 报得美言归 完了 完了 这情妇黑是要被我轻手给害死的 老薛 老薛 你不能就这么醉了 你还有很重要的使命呢 老薛 老薛 这样 你把他带到成熙山边小木屋里 那是他落脚的地儿 姐 你怎么知道他住哪儿了 你别问那么多 我谁的我当然知道了 你的责任就是把他弄行 我半个时辰之后过来找你啊 姐 那你去哪儿 救火 皇上 这是主下偷偷绘制出来的 西荣前线行兵不放途 西荣军主力的兵用情况 驻扎地点以及粮草囤积之处 尽在其中 尽用力的兵用力的兵用力的兵 bij 尽用力的兵用力的兵与可 快走 快走 老头 醒醒 老头 颜儿怎么出来 颜儿快出来帮忙 颜儿 姐 这是什么情况 怎么回事 你别问那么多了 帮我把它抬进去 快快快 姐 现在咋办啊 能咋办啊 脱衣服吧 别废话 脱 好 算我上辈子欠你 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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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 你干嘛呢 我救人呢 你不懂 你出去吧 救人 你也不能这么救我 我跟你说了 你出去 我 我 快出去 放风去 出去 出去就出去 陛下恩怨如何写 一生死是一万千 落寞是身锁在你眉睫 爱愁死我千个世不灭 梦中的人如何 怎么办啊 我也不会解读啊 这老头也不行啊 咋办啊 我书里好像有写过怎么解读 我找找去 睁开眼闭上眼那瞬间 誓言不变一片 是永远 若是青红一片 清风明月 与你许下云年 落空满前 山河千卷 痴长了缠绵 怎爱夜色青千 灯下无眠 往事恍若云烟 回眸之前 恩怨母求远 妈 您看您出去一趟 把自己伤成什么样了都 我不懂 这是胜利的勋章 昨日的事 查得怎么样了 回禀皇上 根据抓到的刺客照顾 他们都是来自西戎 是因为发现我们的秘笛而未遂 但他们并不知道 西戎国行军不防图泄露的事 旧阵的那位姑娘 可有下落 属下无能 暂时还没有查到 不过 河边木屋的那个罪汉 属下已经带回来审问了 但是 尚且没能问出什么有用的信息 只找到了板块玉佩 总算回来了 不行不能高兴太子了 我这冷宫还没回去呢 这都来了一个礼拜了 冷宫才待了一天 还剩九十九天 这样我下去了 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 都怪情福黑 也不知道他回来了没有 应该没事吧 福灵 你去问问皇上 他今天怎么样了 听下面的人说 皇上好像身体不太舒服 身体不是 不应该啊 这老薛的方子 应该没问题啊 不行 我得自己去看看 皇上 荣妃娘娘求见 荣妃 他来干什么 说是来给您请安的 但皇上您龙体未愈 要不 小的打发娘娘回去 不必了 她是替太后打探消息的 叫她进来 是 皇上 荣妃娘娘到了 臣妾见过皇上 荣妃刚醒亲回宫 就来见朕 所为何事 我这不是听说你身体不舒服吗 就来看望一下 朕不过风寒而已 太医开了药 休息几日就好了 荣妃不必担心 装 继续装 还风寒呢 皇上 皇 您没事吧 皇上您没事吧 朕没事 您若没别的事 就退下了 是 那陈妾告退 好心当成驴肝肺 关心你下海白臭脸 哼 中毒了不起啊 算了 毕竟也是我的责任 弗玲 你按照这个方子去取些药来 娘娘 昨日成交竹林一事 老臣已经查明了 动手的 是那西戎的人 他们的目标 就是皇上 皇上有一枚密碟案子 在西戎潜伏多年 如今 带回了一份机密情报 如果让秦裕 再得到有效的情报 那 对我们的形势 可就是越来越不妙了 昨天赶场救火 今天给人熬药 严一啊 严一 你涂什么呢 再不进冷宫 就要被抹杀了 娘娘 王嬷嬷求见 老奴见过荣妃娘娘 太后听说您回来了 特意派老奴请您过去说说话 娘娘 请吧 啊 走啊 走 这老太太 找我准备好事 这次不知道憋着什么坏 可得小心点 最近有一件事 哀家挺心烦的 您说 你知道 我大印与西戎交战多年 迟迟未克 可今日 皇上不知从哪里得来的秘密情报 估计是跟前线战事有关 哀家担心皇上一心求胜 难免会中了敌人的奸计 却又不好直言相告 这思来想去 此事想找你帮忙 我 我 不错 你现在跟皇上关系亲密 出入寝宫 律书房都比较方便 若是你能把这份情报 取过来交给哀家 那哀家也能为皇上分辨一二 我的妈呀 这是要我偷行经布房图啊 开什么玩笑 打碎个破瓶子撑死了就是静冷宫 我要是把这不房图给偷完 那绝对是死窍窍的好吗 怎么 你不想与哀家分忧 此事紧急 若是三日之内取不到情报交到哀家手中 休怪哀家不留情面 把你打入了宫 一个字 娘娘 您这又是开心什么呢 没什么 对了 要好了吗 都给您找好了 走 送药去 要好 要好 那 他要好 走 你 就是 叶国龙飞娘 李公公 李公公 睡得还挺香的 走吧 皇上 皇上 人呢 福林 把药给我吧 走吧 李公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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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飞娘娘 您什么时候进来的 我就刚下来的 皇上不是感染风寒吗 我给他熬了个药 刚看你打瞌睡呢 我就给你放桌上了 娘娘你有心了 不过皇上吩咐 不让人随便进来 那你让他喝了就行了 那我先走了 娘娘慢走 今晚可有情况 皇上放心 小子全程看着呢 一点事都没有 不过 容飞娘娘来过 容飞 皇上 怎么了 怎么了 有人动过机关 啊 图还在 你确定 你确定 容飞的一举一动 都在你的注视之下 小 小的 小的当时打了会儿瞌睡 是容飞娘娘走的时候 才叫醒小的呢 皇上 属下收到情报 太后今天 曾召见过容飞娘娘 皇上 你 你怎么来了 朕不能来吗 你这么吃惊 是不是做了什么对不起朕的事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别装了 盗窃不方图的事 是不是太后的知识 什么不方图 我只想给你送个药而已 送药 你除了会被朕吓了 你还会什么 说 不方图的事 除了你 还有谁知道 我说了 我真不知道什么不方图 还想狡辩 信不信 再不说 只杀了你 可算秦玉 忘恩负义 恩账绰望 说不说 我真不知道 这玉佩哪儿来的 啊 真问你这玉佩哪来的 你有病啊 这本来就是我的什么 哪来的 哎 啊 是你 不是我 就是你 我说了不是我 好 朕倒要看看 这样你还怎么否认 你有病啊你 朕只想确认一下 那日在竹林救阵的是不是你 有你这么确认的吗 你这是变态耍流氓 再说 就算是我救的人怎么了 我救人犯法 真的是你 对 是我 你不是怀疑我偷东西吗 我要真想要你那个破东西 你小木屋昏迷的时候 我早又偷了一千八百九十次了 需要等到现在吗 是这错怪你了 错怪有什么用啊你 你知道这些天我压力有多大 我莫名希望到了这里还要担心受罚 怕我安不成任务 还要跟你们这些人勾心斗角 我还怕你的毒解得干净 一个人在那儿给你熬药 熬得眼睛都红了 你不领钱也就算了 你还要杀我 你还对我动手动脚 有你这么对救命人的吗 你听朕的解释 解释个啥你 你们这些人就知道联合起来欺负人 没一个好东西 朕 朕 朕的朕 你从你了不起啊 流氓官军渣男 我不想看到你家你给我出去 走 荣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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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关非荣非所为 那潜入者 另有其人 赵小五 在 把足印拖下来 可是 这个足印太大了 根本看不出完整的形状 但潜入者不知道这点 皇上 查出来了 确实是一名当职侍卫所为 此人承认 是他假借截手之机 潜入殿内 意图到庆 不过 就在他得手之前 恰好碰到了 前来送药的荣妃娘娘 这才没偷成密途 反而被惊退了 原来 他又帮了朕一次 彩云 奴婢在 近日宫中有什么趣事 说出来 给本宫解解帽 奴婢听说 昨晚皇上去了 荣妃娘娘寝宫 两人大吵了一架 最后 荣妃娘娘还把皇上 赶了出来 什么 娘娘您稍等 我去给您看看 早膳好了没 快点的不 我都坏了 是 臭情欲 好心配好棒 其实这也不能权坏的 这不黄图关系重大 我也是中枪口声 刚好那会给他送药 就出了这档子是 不被怀疑才怪的 不对 我为什么要替他说谎 这家伙昨天晚上那么对我 说什么都不能怨恨他 荣妃妹妹 荣妃妹妹出宫省亲几日 本宫颇为想念 今日特地前来看望 怎么 妹妹不欢迎呢 你行了啊你 有事说事没事赶紧走 我还要吃早饭呢 也不知道是谁啊 昨天和皇上大吵了一架 还把皇上赶出去了 现在居然还有心思 在这儿用早膳 言依依呀言依依 本宫呢不知道 是该说你心大 还是说你真蠢 我乐意你管得着我吗 好啊本宫倒要看看 你闯了这么大的祸 还能够得意到什么时候 皇上驾到 给皇上请安 平身 都起来吧 谢皇上 皇上大驾光临 有何贵犯 朕刚好经过 就先来看看 李直多 在 朕让你送过来的早膳呢 回皇上 已经送过来了 朕刚好也饿了 就在这儿用膳吧 这冰糖炖眼窝 是御膳房金刀御厨亲手所作 甜而不腻 味道甜美 容飞 试试 臣妾最近减肥 不吃甜的 那皇上 臣妾想试试 自己尝吧 吃 要不试试这青草扁损 甜而不腻 味道也不错 太酥了 不想吃 你吃了吧 别浪费 给朕陈一碗双鱼粥 好的呀皇上 皇上慢用 鱼子已经去了 而且也不烫 刚好可以好 来 试试 娘娘您还是吃一口吧 小的伺候皇上这么多年 还是第一次见到 皇上对谁这么照顾呢 算了 看在你真心诚意的份上 原谅你 等等 这秦玉现在对我这么好 要是让太后知道了 觉得我还有利用价值怎么办 我说了我不想吃 你们爱谁吃谁吃 荣妃娘娘 皇上 荣妃 荣妃 这 皇上 这 让玉膳房 重新做一番 带回来给她信过去 是 娘娘 这也太偏心了 这还用你说 皇上平时都被人顺着 会不会因为荣妃顶撞皇上 皇上觉得有新鲜感 所以才对她另眼相看 你说的 好像也有点道理 那我试试啊 好 来来来来 皇上 你 你也太过分了 就只知道偏心荣妃 难道 就不心疼一下臣妾吗 臣妾 臣妾不吃了 放肆 军前事宜 成何铁桶 来人 在 再拉出去 皇上不是 抬 抬紧的 抬紧的呀 是 皇上 扰紧的 皇上 皇上心动啊 皇上 皇上 可别动了肝火呀 娘娘 听闻皇上今日 召见军中将领 做了安排调遣 想必 是那情报 已然派上了用场 哀家 本来想在荣妃那儿 得到点惊喜 没想到 不但没派上用场 昨夜还跟秦玉 大吵了一架 启禀娘娘 下面刚来的消息 今早皇上 又去了荣妃宫 还与荣妃一起用早膳 竟有此事 太后这上一届的 宫斗冠军 可不是吹出来的 比老狐狸还紧 谁对她没了用处 那是说丢就丢 可要是还有利用价值 她不把你榨干 绝不会罢手 都怪这臭情欲 出来坏事 要是太后真责的 我还有用 改了主意怎么办 不行 不能坐以待毙 弗玲 你帮我去准备点东西 臣妾言一 给太后请安 这么客气做什么 快起来坐吧 不敢 怎么了 臣妾没能完成 太后给的任务 觉得无比惭愧 甘愿受罚 请太后把我打入冷宫 臣妾绝无怨言 我倒是什么事呢 原来是为了这么点小事 你对哀家这么忠心 跟哀家又是血亲 哀家怎么忍心 把你打入冷宫 起来吧 说得好听 果然是要变广 谢太后看 听说昨日 皇上亲自到你宫中 跟你一同用膳 可有此事 是 皇上的他平日 为国事操劳 少有照顾后宫 现在 他把心思 用在你的身上 你日后 陪在皇上的身边 也就是帮哀家 多戴了一副耳朵 如果 听到跟皇上 有什么关系的事 你多来跟哀家说说 老狐狸 就知道你打的手算了 太后 臣妾做不到 办不到 太后 您的意思 无非就是想让我在皇上身边 做眼线 可是皇上对我一片真心 我虽然出身疆门 但是也懂得知恩图报 我是绝对不会辜负皇上的真心的 那你的意思是 宁愿违抗哀家的意志 也要护着皇上 请太后 收回成命 真的以为哀家不敢罚你 为了皇上 臣妾甘愿受罚 好 容非言是 下犯上 图谋不轨 赵则三十 儿后大入冷宫 太后不要 哀家现在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你还来得及 臣妾心意已决 太后 动手吧 好 给我打 好疼啊 住手 秦玉 他怎么来了 皇上 皇上你怎么来啊 皇上 皇上 还要阻拦不成 还要阻拦不成 皇上 你来干什么 你别瞎掺话 放心 有阵子 没事的 没事的头碗 有你带才要坏事的好吗 敢问母后 容非是犯了什么错 要您下次狠手 容非言是 目无尊上 礼仪有亏 哀家想管教他几下 怎么 皇上还要阻拦不成 容非是朕的妃子 犯了错 也应该由朕管教 母后这手 伸得未免长了些 皇上 皇上为了区区一个妃子 要跟哀家对抗不成 朕平日里对您尊敬有加 只若是换了其他事 退让两分也无妨 但今日 容非朕互定了 你还好吗 你被人来几个人 你是好不好 都怪朕来得太晚了 你来个啥你就不该来 朕知道你还在生朕的情 你知道个啥你什么都不知道 十多下棍子呢 现在全被挨了 之前在宫外 你救了朕一次 这不防图的是 你经走窃贼 才没有泄露 又救了朕一次 今日你为了朕 与太后起了冲动 才受了这仗责之苦 这算起来 朕实在是欠你良多啊 为了不成 有什么要求 尽管提出来 朕帮你实现 你是说 什么都可以 当然 不反悔 君无戏言 行 那 你帮我实现一件事呗 你说 我要回冷宫 啊 皇上 该用膳了 你说 朕是昏君了 皇上勤于正事 忧国忧民 乃是自古以来 少有的明军啊 怎么可能是昏君呢 可荣妃为了远离朕 情愿住进了陵 她就那么讨厌朕 荣妃娘娘 是肯定不可能讨厌皇上的 荣妃娘娘拼死救过皇上的命 在化成中毒的时候 今自为皇上采药 死 这次被仗责 也是因为苦口婆心劝说太后 不要再和皇上不够了 再想着看来啊 娘娘 对皇上 真是用情至深 感人废福啊 可她执意要进了 到底是为了什么 可能 娘娘是有别的用意 以退为进 欲擒不 李志多 想不到你虽是个太子 对女人却很是了解 想从这一点 真心好多了 李善 是 娘娘怎么回冷宫 你这么高兴啊 那当然了 我觉得冷宫 是这个世界上最温暖的地方 哈哈哈哈哈哈 哎呀 我不会再回来了 走 这吃了火锅呀 来喝杯茶解解腻吧 娘娘吃的可还记性啊 哎 原来是牛公公啊 快请坐 哎呀 娘娘 您刚离开冷宫不久 又遭死厄运了 老奴真是伤感万分 伤感万分啊 这进冷宫对我来说可是大喜事 你看这多自由啊 还有牛公公送的酒送的肉 生活多美好啊 娘娘 别的不敢说啊 食材这块 您要是有什么需要 尽管吩咐 老奴一定办到 我正好有几个特殊的菜品 想让你帮我弄一个 好啊 黄猴啊 毛肚啊 啊 对 黄猴 嗯 就是那个牛肚子 哎呀 娘娘 这 词得肮脏污秽之物 可不敢进宫啊 否则 贵人们贵罪下来 真老奴 哎 我这一次回冷宫啊 心情不太好 正好想借着这个情绪啊 写几首诗 只可惜 娘娘 老奴 作为冷宫的总管 对提高冷宫的居住环境 包括提高也是水平 那是义不容辞 娘娘有什么需要的 尽管吩咐 老奴一定办得好 那个 只求娘娘 不要撒了这个失信啊 嗯 福灵 比目次好吗 哎呀 看看 哎呀 很看成岭 侧成风 远近高地 各不不同 娘娘 不诚 不识庐山 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 娘娘啊 看似这首诗诗写剂 其实寓意深刻 娘娘不加思索 一挥而就 简直是失忠大惨 哎 过去讲了 过去讲了 娘娘啊 老夫还有一事不明 就是这个落款 怎么是苏诗呢 这 这个作者是苏诗 自然是苏诗啦 啊 那个 我记得娘娘用过李白 杜甫 还用过孟浩然 这次怎么又换名了 那 诗不同嘛 作者自然写的不同啦 跟你说不明白 是 是 老奴是不明白 嗯 这个 娘娘啊 你看今天 我觉得你诗性大方 能不能再给老奴 多写两首 实不相瞒 老奴自从读完娘娘的诗之后 现在看任何人写的诗 那简直是索然无味啊 小意思 哎呀 皇上 容飞在冷宫里情况怎么样 有没有心神不宁 很思念某人的样子 没有没有没有 皇上 没有 这容飞娘娘 又拿出了那个 命人打造的什么 鸳鸯锅 在那儿大吃大喝呢 而且 还和冷宫总管牛德衣 在那儿吟师作父呢 看起来开心得不得了 赵小五 是不是这句 他居然很开心 有些不大对 皇上 这容飞娘娘啊 才进冷宫第一天 还没有开始思念 也是正常的事 正常吗 可朕怎么 算了 朕倒要看看 这容飞究竟能撑到什么时候 好诗 好诗啊 可是公公 娘娘为什么每次落款 都是不一样的名字呢 自古文神默可 写诗作父 常用花名 每一个名字 代表不同的含义 像娘娘这等高人 哈哈哈哈 就不是你我 就不是你 这种吓人能够揣摩的 公公寇见 哎呀 你说啊 娘娘送了我这么多诗词 我怎么回报娘娘呢 那你好 给你看点好东西 这给我的 都是你 多少钱 分文不取 今日朝会 朕有一事 如今 多地频发旱灾 百姓民不聊生 本应剥粮赈灾 兴修水利 但我苦空虚 因此 朕要推行一项新政 官身世子 一体当差纳粮 不知众爱卿 有何见解呀 皇上圣明 臣等蒙受皇恩 愿为表率 愿赴新政之策 臣等 臣不议 皇上 喝碗贡梨汤吧 消热解暑 清热解发 朕记得当初啊 容飞为了给朕事情 就是在一碗贡梨汤里下的药 虽然她想跟朕玩欲擒故纵 但她毕竟是个女人 朕可以理解 待到她思念难耐之时 朕就主动一些 给她个台阶下 把她从冷宫里放出来 参见皇上 你来得刚好 容飞在冷宫里情况怎么样 有没有茶不思 饭不响 闷闷不乐 像是思念某人的样子 没有 容飞娘娘 在宫里吃得好 睡得香 这怎么可能呢 是真的皇上 老赵 你看清楚了吗 是不是容飞娘娘 在思念皇上的时候 郁郁挂欢 你没看见啊 虽然我只是在院外观望 但是 但是容飞娘娘看上去 确实不像不高兴啊 按照书中记载 这热恋中的情侣 应该是一日不见竹隔三秋 就像朕一样 每天忙于正午 却还是死 李之多你说 这是怎么回事啊 皇上 容飞娘娘可能是 以退为进 这两天 在拼命的演戏 好抑制住 对皇上的思念之情 嗯 你说的也有道理 应该就是你 不对 皇上 属下觉得 那容飞娘娘 确实不像是在演戏 老赵 你一介五夫 分斗这些儿女情长的事儿 皇上 您别跟你瞎说 我一介五夫 好了 你们都下去吧 朕要一个人待一会儿 现在啊 新政推行在即 为了防止财产被清算 很多官员 将又会倒向秦玉这边 太后息怒 那些清流领袖 还是看重虚名 不过皇上的新政想要推行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新政 不光损害朝廷官员的利益 更损害全天下读书人的利益 如今科考在即 满京城市 满京城世子云集 只要把考驻功名 一样要当差纳粮的事情 在读书人之中 略加传播挑唆 让他们站出来反对 这样一来 不但皇上的新政能以施行 皇上也将在全天下人面前丢裂 这倒是说得不错 如果 让全天下的读书人 都出来反对新政 那这新政就推行不下去了 嗯 侄儿见过伯父大人 近来科考在即 天下诗子汇聚京城 你有没有多写几首诗 趁机在天下诗子中 扬名立万哪 伯父有所不知 突然间出现了七八个人 一个比一个写诗厉害 尤其是其中叫李白和杜芙的两个 简直快要被全京城的学子 奉为神明了 那你就尽快联络此二人 只是全城都快找遍了 可是奇怪的是 居然完全没有此二人的下路 这是没用的东西 连个人都找不到 你负责联络 除这些人之外的 其他各地学子领袖 这些新出的诗人 我亲自拦着 是 我 就是这个外 你真废物 娘娘 这么臭的食材 你都能吃得下去 好变态呀 不过 牛仔更喜欢 算你识货 这个螺丝粉案越臭吃起来越香 既然你这么识货 那我给你炒肉 哎娘娘娘娘 哎这个 这个鸡子 不是不是可不客气的问题 快点 很好吃的 快点快点 弄得不客气了 哈哈哈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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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见皇上 荣妃今日什么情况 没什么情况 还是老样子 哦对了皇上 他一直在做一种奇臭无比的事 朕不相信 一定是你这个武服没有看清楚 哎呀皇上 属下可是看得很仔细啊 别说了 今天晚上 朕亲自去看看 我 干事干事 这什么东西啊这么丑 皇上 这就是娘娘熬制了一整天的东西 听她说 叫什么 螺子粉 螺子粉 这么臭能吃吗 是啊皇上 娘娘说是可以吃的 这要是吃坏了可怎么办 属下愿意为皇上尝试 也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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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味道不错呀 嗯 没有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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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螺子粉 闻起来臭 吃起来还是蛮香的 是啊皇上 属下没想到 娘娘还有这等手艺呢 不灵 我有点饿了 去把我的螺子粉盛点来吧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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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娘娘娘不好了 我们的粉没人偷了 粉 谁偷吃我的螺子粉啊 谁啊 谁啊 不是我 不是我 偷东西偷到冷宫里来了 有没有人心啊 走 粉埋了 反正已经进了冷宫 完成任务只是时间问题 蒙了这么多一天 不如偷溜溜出去玩一下 毕竟这是我创造出来的世界 好好逛一逛 应该不过分的 小六子 平常 是你出宫才买吧 是小的 把你衣服脱了 让我穿着出宫玩玩 那那万万不行 这要是被发现了 是要杀头的 真不行 绝对不行 没得商量 没得商量 那某些人的珠宝 行 站住 这是冷宫的太监吗 小六子呢 小六子今天身体不舒服 我来帮他顶一天 顶一天 顶一天 这也没提前跟我说呀 这样搞 我们很难做 那个 一点心意不成敬礼 走吧 放心 谢谢 走 他挺帅的 看来 给你监制 소개 说 我们能准备分 我怎么都捆了 这个 你们精神人都这么做生意啊 那不怕把裤衩都配没了 钱兄 老板这是以文会友 乃是雅士一桩 你以为都跟你似的 钻钱眼里去了 文长兄 要不你试试啊 对对对 来一个来一个 露一首露一首 请 那在下就献丑了 月光千里白 那我就对秋色一天青 公子果然好文采 我这里有一副绝对 不知能否对上 云朝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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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子可听清楚了 我这上连写的是 云朝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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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 他这没错呀 他写的是朝朝掌 常常掌 常掌 常销 一个字没差 你看 妙啊 我就说嘛 今年的兴客状元 非文长兄莫属 对 钱兄没有赞吧 这位兄台 能够一语道破此连技巧 想必文采 也不在文长之下 哪里哪里 没有 在下曲文长 还未请教 哦 在下姓月 名叫 月川 月兄好 等一下 许文长 许文长 你叫许文长啊 许文长 职业 学霸 标准 别人家的孩子 月兄难道认识在下 我认识 我太认识了 你是今年新歌状元吗 久咬久咬 月兄过奖了 在下虽然有志多魁 但眼下客举尚且未开 月兄这话 未免为师尚早了些 不早 相信我 今年的状元 绝对是你 月兄这在下 倒是很有信心啊 那必须的 这可是真正的学霸 我书里头最聪明的一个 没想到能在这儿遇见 可不能错过了 啊 对了 此为吃饭了没 要不咱们前面找个地方坐下聊聊 月兄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周仁周兄 幸会 幸会 这位是钱思贤 钱兄 这二位和我都是同窗 我们此次前来 都是为了科举而来 实不相瞒 文长寒窗十五载 所求无他 只愿将一身所学献与君王 报效国家 此情科考 虽然敌手众多 才子如云 但是文长有信心一较高下 志在必得 说得好 来 再喝一杯 来 来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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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出来出来啊 今日第一首 王大家的未成曲啊 给我来一份 未成曲 你看看 这京城人可真有意思 随便找个人写首诗 就能这么热闹 你呢 一杯酒 快进 劝君更进一杯酒 西出阳关无故人 来 什么情况 这不是我给老牛闲吗 怎么都传到外面了 出了出了 今日第二首 孟大家的登科后啊 春风得意 马蹄急 一日看尽长安花 没想到这孟大家的诗才 竟也不在那位王大家之下 可不是啊 那特酒还没开呢 这都贴在庆祝上了 少说两句 可千万别来第三首 第三首来了 第三首出来了 真有啊 来来来来 好嘞 没想到这光是一个京城 就这般藏龙窝 是文昌自己不知天高地厚 瞧瞧这天下英雄 别这么想 这都是我们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大文豪 你干嘛跟他们比啊 叶兄 你莫要再劝我 是文昌自己才输学浅 还需磨灵 就不该早早出来丢人现 文昌此来 本是一心考取状元 可这眼下别说是状元 恐怕前世都难以及身 既然如此 还不如打刀回复 重新再去实财 文昌兄 文昌兄 三思啊 两位 我心意已决 两位莫要再劝 告辞 那时候不早了 我也先回去了 你们两个千万千万看好他 别让他再看那些事了 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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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岳老弟啊 皇上 还是早点歇息吧 我答应科举在即 任务繁多 朕再看一会儿吧 对了 容飞那边情况怎么样 回皇上的话 容飞娘娘今天身体不适 据说是惹上了风寒 风寒 娘娘回来了 娘娘你可回来了 娘娘你可回来了 回来回来 不灵 小溜子 娘娘你可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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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驾到 皇上 你走啊你走啊 快走啊 快走啊 给皇上请安 都起来吧 谢皇上 谢皇上 朕刚好经过 听闻容飞病了 就进来看看 容飞 身体不要紧吧 多谢皇上 多谢皇上 奴才 臣妾没事 没事 朕觉得你的声音都变了 回皇上 娘娘她今日有一些咳嗽 所以 可能嗓子有些哑了 都咳嗽了 还说没事 李之多 叫太医过来 是 不不不 为何不用 因为 臣妾一见到皇上 臣妾一见到皇上 就满心欢喜 好好了 所以就不用见太医了 这冷宫啊 本身就不是人能常住的地方 朕就想明白 你执意要留在这里 究竟是为什么 皇 皇上有所不知 臣妾这么做 都是为了您哪 为了朕 臣妾一直对皇上情根深重 我皇上有如一朵青 青怜爱 只可远观 不可谢完 臣妾每每看到皇上 都自财行贿 十分难过 所以臣妾甘愿放出冷宫 姐心痛之苦啊 你可是朕的救命恩人 朕还欠着你的人情呢 好了 时候不早了 你早些休息吧 这冷宫 你随时可以出来 恭送皇上 吓死我了 赵小五 朕下在 回去看看 是 我让你一朵青怜 我让你胡说八道 要死你 娘娘 我也不愿意胡说的 当时皇上就在我身边问话 我一起找我脑瓜子蒙蒙的 说这啥我也不知道 不会说不会别说啊 我脸都被你丢光了 我真如您所言 穿着太监公服的 才是荣妃娘娘 刚刚床上那个 就是个小太监假饭的 这荣妃啊 一天到晚都在搞些什么花样 继续看着 若有情况 第一时间向朕汇报 是 皇兄 皇兄 这么久没有见 你有没有想我呀 是什么风儿 把我答应公主吹到朕这儿来了 皇兄 你都好久没有带我出宫玩儿了 我快闷死了 你带我出宫玩儿好不好 那太巧了 朕要疲悦奏歌 没功夫陪你想了 自己去玩儿吧 没劲 别跑太远啊 皇上 刚刚荣妃娘娘 又换上那身太监的功夫 独自一人 偷摸的溜出宫了 出宫 文章兄 你这一天待在屋里多舞 要不咱们出去走走 透透气呗 嗯 有什么意义呢 和那些真正的大师相比 文成之才 却又如这蜡烛一样 烛火之光 又如何与浩月争辉 你一个大男人被鸡手破屎搞成这样 你像什么样子啊你 那个今天刚好那个 城里有举办事会 要不带文章兄去溜达溜达 啊啊 这个好 走走走走走走 哎出来了 跟着他 哪样哪样 就这 哎哎 就这 没事 要不还是送啊 那不行 来都来了我们进去看看吧走 来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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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荣妃娘娘处 就为了到这儿来 他脑子里一天都在想些什么东西 公子 要不 小的先进去替您看看 嗯 不行 我看来这百花楼的 也真都是你这次进京南北科学的世子啊 好 皇兄 什么了 你来这干嘛 好你个皇兄啊 嘴上跟我说要忙公务 实际上是要来这儿啊 啊 您误会了 这 这皇 这皇公子 哎呀不用解释了 公子 刚才想的进去打听了 今天 在这百花楼里有场诗会 他应该就是为了这场诗会来的 就他那两下子 还参加诗会 那朕倒是要好好瞧瞧吧 不过 这场诗会的举办人 倒是有点问题 语文白 是他 文正兄 你好好看看啊 这这么多读书人 有一个蒜羊 到了课局那天都不是你的对手 你看那个 还有个小白脸 那会有谁啊 哦 那个是语文白 今晚的诗会发指人 就他 那货就是语文白 语文白 当朝丞相 语文迅之之 标准 官二代 语文白办的诗会 许文常也在 这儿还是百花楼 那岂不是说 下面有请京城第一花魁 冰小小兵大家为各位 谢武一枝 漂亮吧 好美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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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看过了今天的表演 接下来便该进入今天的正题了 好 在下语文白 有幸能在这百花楼操办此次诗会 是为了与我大印世子 切磋交流 互相学习进步 今天若是哪位仁兄的诗作 能够拔得头筹 入了丁大家的眼 那便可成为咱们京城第一花魁的入目之兵 小小兴回屋了 小小兴回屋了 静候各位公子嘉一 这这这 文章兄 该你了 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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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兄 文章兄 这这呢 你咋整 你怎么合成这样啊你 什么情况啊 不知道啊 尽有此等实财 不是让你们看好他吗 我 文章兄 到你戏份了 快起来文章兄 岳父 你说有这兔府杜大家在前 文章哪里还配行尸 不如啊 规矩 规矩 是 那这诗会便正式开始 在下愿抛砖引玉先行出战 不知哪位兄台 愿意上来以在下过上两手 绝对不能让语伦白颖 你 你们看好他啊 我来 小公子 找那个真 真心 我上去干什么 这位人兄怎么称呼 月川 原来是月选 这诗词比试 规则简单 三局两胜 你我轮流出题 各自作诗 孰高孰低 交由在座各位来评判 如何 行 那你先来 好 那这第一局便以边赛为题 在下已有副稿 月兄如果需要时间 不妨再多构思一会儿 不用 我已经想好了 海盘风吹 冻泥裂 梧桐叶落 枝烧折 横笛闻声 不见人 红旗直上 天山雪 好 这是怎么回事啊 好帅啊 九春怎么办 我感觉 我又遇到真爱了 我念完了 该你了 小样 你那些枪手帮你写的诗 本来就是我从王搬下来 现在我把你的诗提前念 看你拿什么跟我比 月兄诗才出众 这首写得极好 在下就不献丑 咱们直接下一局 行 那这第二局 就以尤春为题 如何 尤春 嗯 好啊 就尤春 我先来 红树青山 玉玉鞋 长江草色绿无涯 游人不管春江老 来往亭前踏落花 我都交代给他了 这是怎么回事 这局过 我还有一首压咒 我知道啊 日暮长江里 yok 仍是你 插 照片 但选夜 都送到鱼 各位 看来今天师会的圣者已出 恭喜岳公子 谢谢岳公子 岳公子啊 快快上楼去吧 别让小小姑娘等着急了 公子 请 公子请喝茶 谢谢 今日师会公子连父三首皆为佳作 这等食材小小不胜佩服 对了 我有个朋友叫许文长 性格好 还有才 科举连状了两元呢 今天状元肯定也是他 要不 我介绍给你认识认识 眼下是川公子和小小相处 却为何要提及他人 再者 若那位公子真如您所言 那方才师会 怎么不见这位朋友上场 本来是给他上场的 按照我小说里的剧情 许文长在百花诗会上赢了宇文白 这声望才更上了一个台阶 然后被秦玉得知 让他来号召世子支持新政 这才挫败了宇文迅的阴谋 这眼下风都都被我抢了 下面的戏该怎么演啊 公子怎么了 有新事啊 别提了一堆烦心声 茶为敌烦子九十望幽君 公子喝杯茶 或许能好一些 不喝吧 喝一点 不喝 喝一杯吧 真不喝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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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主 人带来了 不愧是我的真爱 越看越喜欢 带走 是 公主请留步 你个死太监 你要干什么 跟本公主抢男人吗 是朕 要这个人 皇兄 你要干嘛 朕倒是要问 你想干嘛 这是我朕 你别拦我吗 朕爱 你搞错了 他是 是什么 不重要 你要找朕爱 换别地找去 此人 朕自有用处 用处 把人放下 黄兄 你欺负人 你真是个能惹事儿的 你真是个能惹事儿的 你们俩 把容飞送回去 是 赵小五 送过容飞之后 帮朕查点东西 你知道是什么 是 我 我 祝你 兄太抱歉 在下许文长 就相有理了 你就是那个 联中二元的 许文长 兄太 知道啊 听说你今年 有望联中三元 既有金棒争鸣之心 还是要多花些时间准备为好 过度贪杯享乐 未免荒废 你不懂 你不懂 废 这么简单的事 交给你都完成不了 我留着你还有什么用 叔父息怒 今日只是出了点意外 我已经着手联系了不少狮子 让他们分头去联系 更多人宣传心症弊病 从明日起 京城内的读书人 就会开始大肆议论 反对心症知识 还不够 皇上这边 态度坚决 首尔果断 必须要给到更大的压力 我这脖子也有点疼 我不会是鬼上身了吧 不对啊 我写的是古装文 又不是灵异小说 算了算了 现在不是考虑这个的时候 娘娘娘娘 娘娘 娘娘 奴才刚才听说 今日京城里突然多了不少的读书人 正在谈论新政的事 而且他们还大肆抨击反对呢 果然开始了 等一下 要加宫了 阁下是什么人 杀了我 你也别相好过 刺客朕已经抓到了 您这是宫人跟太后娘娘作对呀 他为什么要抓我 哀家今日 要将她 明正变形 我对你从来是没有过那种心态 朕也想知道答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nd-